人權很重要嗎 好像是 可是在國家利益裡頭 國家的戰略永遠擺在前面 最近在約旦的王室 出現了一個如電影情節般的政變故事 政變的主角是約旦的前王室 他被指控他要勾結外國勢力 還有國內的各方力量推翻既有的國王 59歲的國王阿布杜拉二世 這位前王室是在1999年2月的時候 正式被任命哈姆扎為王室 2004年11月的時候 他被廢除了他的王位繼承的權力 這位前王室跟國王的鬥爭 一直都是約旦的問題之一 而主要兩個人的鬥爭角色 是因為這位前王室廣受人民的愛戴 他某個程度對於約旦王室的貪腐 毫不客氣的批評 他等於是像清朝當年的光绪皇帝一樣 而邢童這一次對他的逮捕 以及對他的指控 等於是像期待約旦王室可以做出改變 約旦有一定的改革可能性的大眾 產生了一個非常挫折 而且不可以發出不同聲音 大家覺得很害怕 連一個前王室都被這樣指控 都被這樣子軟禁起來 所以約旦王室一宣布說 我們發現了一起 複雜和廣泛的證明陰謀 我們就軟禁了前王室 而這個消息 如果你聽起來的話 那我剛才的分析 他應該得到西方國家一致的譴責 但是結果是完全不一樣 前王室被軟禁 因為他之前批評 約旦國家領導者貪腐 無能 並且沒有辦法容忍批評者 但約旦發動安全的大掃蕩 美國 英國 中東各國 包括埃及 黎巴奈 伊拉克 燕門 巴勒斯坦 這些本來這些國家關係 都不怎麼好的 突然全部團結起來支持約旦王室 因為對他們而言 約旦王室都是戰略地點 跟戰略的重點 皇室風暴 一波接一波 有一個話題 跟你 跟 Harry 關於你的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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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和什麼意思 或似乎 這件事的意見 不驚訝 Mohammed bin Salman 帝王室風暴 帝王室風暴 最新一場 皇室風暴 發了一場 最新一場 皇室風暴 發了一場 發生在紐約時報口中 動盪的中東地區中 最穩定的綠洲 約三 主角是這兩人 帝王室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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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一半的兄弟 王室風暴 在昨天晚上 他被捕捕 他們被捕捉 被捕捉 被捕捉 鄭主居然還錄製了一段影片 送給英國的VBC 隔海控訴他遭到軟禁 且背負了莫須有罪名 相差18歲的兩兄弟 並非從小就水火不容 他被捕捉了一個父親 但當王室風暴 House 是當王室風暴 然後他的父親 王室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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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婚禮 1904 從前後 皇室風暴 王室風暴 王室風暴 一年多年,王军的皇帝 把皇帝的秘密账称之后 以为他自己的孙子的孙子之后 但是他 remained popular in Jordan 近于旅行的旅行 和普通人之间的关系 他现在说这是为什么他被拘捕了 后来被告知他太近了 去讨论的孙子 而这些人是在纽约的许多人 吊鬼的事来了 更戏剧性的还在后头 一段神秘录音党外泄 证实这位没有被逮捕的亲王失去自由 陆吉公新的清华回头就录制了给BBC的影片 打破中东皇室家仇不外洋的惯例 阮金隔天 他的母亲奴儿王后加入战局 在这场王位争执中 约旦与叙利亚 伊拉克 以色列和以色列占领的约旦和西岸接壤是中东地区反恐任务的重要伙伴 美国在此派驻部队和飞机 且与约旦情报部门保持密切联系 2020年美国向约旦政府提供了超过15亿美元的援助 在前国王胡申40年统治下 让数百万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有了安身之地 当邻国叙利亚和伊拉克爆发战争和动荡之际 约旦替替难民提供了庇护 约旦还与以色列达成了和平协议 是任何潜在尾巴和平谈判的关键 突然间这场没人看好的宫洞闹剧就这样结束了 5号晚上亲王似乎也平静下来 皇宫发布有亲王签名的声明 6号约旦政府发布禁令 禁止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用户讨论此案 7号阿布杜拉国皇打破沉默发表公开信 他说我向你们保证判断已经结束 可是因为有王室成员涉嫌参与政变 令他悲愤欲绝 过去几天的挑战不是最困难或最危险的 但对他个人来说确实最痛苦的 这一夜就这样翻过去了吗 恐怕未必 人口1100万的约旦 65万人确诊 超过7500人死亡 过去一周平均每天新增5500个病例 疫情重闯经济 约旦2020第四季失业率来到24.7% 许多孩子被迫出来打工维持假计 这是约旦的现况和亲王求救影片所说的一致 期间更发生一所公立医院 竟然因为氧气耗尽导致8人死亡 又穷又病的约旦人 反政府情绪一次爆发 有产生的热情在 Jordan 有过热情败和贡献 和更多的政策 这国家变成为了独立 倾断 倾断 how to meet the most important the loss of hope in our future the loss of dignity and a life under constant threat because we simply want to speak the truth or we are trying to express our concerns or our hopes for the futur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